快篩試劑準備不足 十大民怨第一名 去年的6月14號這絕對不是第一名 會是打不到疫苗 現在會是快篩第一名 代表現在正好剛過了快篩試亂 再過三個月這也不是第一名 選民 民眾 經民腦 所以其實陳時中過往的這兩年半 有人認為他不及格 有人認為他80分 蔡總統還公開說他辛苦的 然後講說這兩年來幾乎沒有休息 如果有休息就是紅酒唱歌這樣子 對不對 對啊 怎麼會都沒休息 我們看了以後 總統這樣說明明有休息 就會覺得說其實是啦你有苦勞 可是到底有沒有功勞 我們就要來檢視 但是民進黨自責不是這樣看 總統說他兩年都沒有休息 他就是沒有休息 台灣就是靠他守護神守下來 他就是守下來的 蔡總統就是輕點要他 那現在是一個強人政治的時代 民進黨都有蔡總統決定 這是一個陳時中準備要下去參選的一個TEMPO 他也剛好休息 那當然為了這個事情 我要跟大家講 禮拜六就告訴你禮拜天不開 可是禮拜天那一天我看 確診人數還有五萬多 死亡一百六十七 對 一天五萬多人確診為什麼不開 可是禮拜一為什麼要開 禮拜一昨天才四萬多不是嗎 是 那五萬多不開 四萬多開的理由是什麼 這是陳時中部長有沒有 他很認真 他很努力 他很辛苦 然後金魚腦 他做的你可能會忘記的 再往前推 我剛剛講一年前大家是在搶疫苗 疫苗 兩年前大家是在搶口罩 所以東西不夠的時候就佩啟 佩啟的時候講說不要太不滿 那顯然過去段時間指揮中心 我真覺得沒有到那麼令人滿意的程度 可是他會用數字來算 就像現在 他一直掛著99.7的輕症跟無症狀 這就是政治的話術啦 最後這一個我要跟大家講 AZZR高跟一個等B 有解跟大家說啦 這個疫苗我沒有那麼懂 但是確實不管是什麼組合BBB AAB什麼的 是不是BBM 他還是都有突破感染 三季都打BNT 都打莫德納的也都會有 所以就不用去糾結 他為什麼第三季要打高端 他當然要打一季高端 因為他要參選台北市場 身上沒有高端什麼 什麼交代對不對 大概就這意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